红朝使六五疯狂红卫兵打砸抢沙串联斗工作组 为把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 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清晨午时太阳刚刚升起 毛泽东身着绿军装 由一位年轻女兵陪伴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 毛泽东手拿军帽一再向群众挥动致意 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煞间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声震云天 约七十许 一千五百名被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 接到了通知登上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一道检阅游行队伍 红卫兵代表们欣喜若狂 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子为首的 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 以表示对他们首次在北京点燃文革烈火的褒奖 聂元子等人则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 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 爱戴之情 在天安门城楼上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琼的女儿 将一个红卫兵袖章 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毛泽东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宋达宋彬彬 毛泽东当即说 不要文质彬彬 要武吗 宋彬彬当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 毛泽东请宋要武在麦克风前讲话 宋要武万分激动地 热烈盈眶地说了一句 现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就站在我的身边 话没说完 毛泽东就兴高采烈 使劲鼓掌说 好 你说的好 你说的太好了 据说宋要武小姐 在一年多后的武斗中 遵照毛泽东的要武教导 连杀二人 毛泽东带上红卫兵秀章 在全国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 红卫兵运动 风起云涌 席卷全国 不知世事的青少年们 自以为是革命的接班人 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兴亡 他们身着绿军装 臂戴红袖章 走向社会 到处冲杀 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 犹如拔地而起的二十级台风 横扫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 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成了红色恐怖笼罩的世界 毛泽东思想武装的 无恶不作的红卫兵们 犯下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毁灭文明的 野蛮的血腥暴行 据严家琪夫妇所著 文革十年十载 从八月二十日起 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 张贴大字报 集会 演讲 反对四舅 由于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 除四舅不几日 就蔓延到上海 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 不仅是如此 实际上蔓延到全国每一个角落 笔者注 新华社8月25日训 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 全国革命群众 各地革命小将 向一切剥削的四舅 发动总攻击 除四舅从改名 改商店 代道 工厂 学校 公社 开始 8月24日 首都组织340万人的大会 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杨威禄 改名为反修禄 北京协和医院 美国人创办 改名为反帝医院 北京全聚德 改名为北京烤鸭店 如此等等 除四舅不只是改名 它还包括 剪长发 烧西装 剪长辫子 剪烫过的头发 剪小裤脚管 剪漂亮裙子 改景服 烧西装道具 毁文物 抄家 打人 逗民主人士 8月23日 北京市一些红卫兵 将士文化局集中收存的 西装道具 堆积到国子建 孔庙 大院中心 纵火焚烧 关于打人 据统计 1966年8 9月 北京打死1000多人 其中最为害人听闻的 是北京市大兴县的打杀 8月26日 大兴县公安局 召开局务会议 传达了谢富志的讲话 谢富志说 过去规定的东西 不管是国家的 还是公安机关的 不要受约束 群众打死人 我们不赞成 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 我们劝阻不住 就不要勉强 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 跟他们取得联系 和他们建立感情 传给他们情况 把五类分子的情况 介绍给他们 从此斗打 乱杀 日益严重 由斗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 发展到斗一般的四类分子 由一个大队 消灭一两个 两三个坏分子 发展到消灭几十个 发展到乱杀家属 和有一般问题的人 最后发展到全家杀绝 自8月27日至9月1日 大型县13个公社 48个大队 先后杀害四类分子 及其家属325人 最大的80岁 最小的仅38天 有22户被杀绝 直到市委书记 马力道县制止 事态才平息 关于杂文物 8月23日下午2时 北京体育学院 8 一巴红卫兵和教职工 及其家属数百人 到一鹤园佛香阁 砸碎了释迦牟尼塑像 有两个小塑像 被红卫兵拖走 8月27日晨 山东灌县二世中 全体师生 砸武汛墓 挖出武汛尸体 接着台师游行 并到柳林北门外厂院 举行审判大会 最后将股市砸烂焚烧 在这前后 海南毁了海瑞墓 河南洛阳 砸掉了价值连城的 龙门石窟的 无数小佛的头 进入9月 杂风更胜 北京1958年 第一次文物普查 保存下来的 6843处文物古迹 竟有4922处被毁掉 其中大多数 被毁于1966年8 9月间 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仅从各个炼钢厂 就抢救出 各类文物117吨 从各个茶钞物质的集中点 挑检出 字画18.5万件 古旧图书35.7万册 其他各类杂像文物 53.8万件 损毁的更是难以计数 关于打击爱国民主人士 和摧残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 约100多人 先后被红卫兵斗争 超加 占总数的36% 8月23日 夜到24日晨 个别红卫兵 散了至各民主党派机关的 最后通牒 限令72小时内解散 并登报声明 从8月25日起 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 贴出内容如下的通告 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 自即日起停止办公 报警党中央处理 据说民主党派的通告 是周恩来一手导演的 当红卫兵大闹民主党派时 民主党派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为保护民主人士 叫他们主动向红卫兵交拳 以免红卫兵们乱砸仪器 在血雨兴冬的打 砸 抢年代 这主动交拳仪式到颇为滑稽 关于抄家仪式 所谓牛鬼蛇神 普遍遭到打骂 凌辱 抄家 1966年8 九月 北京市被轰会员级的85198人 被抄家的33695户 从8月23日至9月8日 上海红卫兵在全市 共抄家84222户 其中高级知识分子 教师1231户 苏州被查抄财物的 共有64056户 财物中仅图书 字画 文物 就达17万件以上 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寿娟 视为生命的取名为 印码图 石符 和猎云川石的三盆景 各地所抄出的财物 大量的是生活用品 有家具 衣服 被褥 化妆品 鞋袜 毛巾 电视机 收音机 钢琴 手风琴等 一般存放在公共场所 堆积如山 后来廉价处理 一堆堆图书 被七手八脚地 投入冲天的烈火中 不管是莎士比亚 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 也不管是司马迁 还是王师傅的传世之作 都在滚滚的浓烟中 化为灰烬 据不精确统计 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超走黄金10.31万两 白银34.52万两 现金5545.99万元 文物玉器等61.36万件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五届及学术届 旱玉届 新闻届 文艺届 出版届 和知名人士 普遍地受到红卫兵的冲击 大学 中学 小学教师 受凌辱者 数以万计 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 被剃了阴阳头 北京大学在1966年8月下旬 短短几天内 就有一百多人被抄了家 有的教师书籍被抄一空 有的教师连必须的生活资料也被抄走 教职员中被挂上黑牌监督劳动的人数数以百计 8月23日 人民艺术家老舍惨遭红卫兵毒打 并被送到派出所 一代文豪老舍不堪凌辱 24日 投身于北京德胜门窝口外的太平湖 9月3日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 及其夫人朱梅复 自溢而死 那时的中国 从首都到边疆 从城市到乡村 从矿山到工厂 从机关到学校 到处都是疯狂的红卫兵 在举着革命大旗 横扫自救 他们见庙宇就杂 见古书就烧 见地富反坏又就斗 见牛鬼蛇神就打 见民主党派人士就抄家 直斗的天昏地暗 鬼哭神嚎 中国变成了一座 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红卫兵们横扫自救后 紧接着就是全国大串联 早在1966年6月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全国学生要去北京 应该赞成 应该免费 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8月16日 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 群众会上讲话说 你们这次到北京来 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 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测源地来 经过很多辛苦 不怕大风大雨 你们的行动很对 陈伯达的讲话 成了大串联的动员令 9月5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 革命学生 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 和革命教职工代表 来北京参观文化 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此通知 就学生到北京免费吃 住做了具体规定 自9月5日起 全国的大中学生 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联 几千万满脸志气 满腔赤城的红卫兵 身穿绿军装 手与露本 背着红书包 吃饭 乘车 住宿都不要线 实为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观 毛泽东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 大串联行动 继8月18日之后 又于8月31日 9月15日 10月18日 11月3日 11月11日 11月25日 至26日前后 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 1300多万红卫兵 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沸腾的红卫兵们挥手致意时 当毛泽东乘场捧车 缓缓行进在百万红卫兵队伍中 接受欢呼时 当红卫兵们满怀豪情 满腔热泪地 把能看上毛泽东一眼 作为人生最大幸福时 当红卫兵们声嘶力竭地 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时 毛泽东的形象 在红卫兵和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陡然高如云天 毛泽东从支持青年学生 到北京大闹一场 到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到支持红卫兵大串联 到八次接见红卫兵 其目的正如严家祺先生 在文革十年史中所说 一是在红卫兵中和全国范围内 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和神话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 二是依靠无限崇拜 毛泽东的红卫兵 冲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 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通过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使全国运动连成一片 经赶床 赶干 赶革命的红卫兵一冲 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部门和单位 就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要求 来进行史无前例的革命了 正当红卫兵的串联活动 发如火如荼之际 全国各地工人 纷纷开始了革命造反大串联活动 这样一来 给中国的交通运输 带来空前的巨大压力 在火车上 满员一百余人的车辆内挤上二 三百人是常事 过道上 茶几上 椅子上 行李架上 凡能利人的空间角 挤满了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战士 连车厢的厕所内也要挤上六 七人 车厢上的弹簧击尽断裂 客运的紧张造成货运吃紧 大量的生活物质 生产资料难以调运 又危及生产和生活 在此严峻形势下 周恩来在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 经毛泽东同意号召徒步串联 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几个著名圣地 延安 井冈山 尊义 瑞金 韶山 大寨 卢定桥 北京等 更是日日爆满 时至延东 衣食住宿问题难以解决 不得已动用空军向赶赴圣地的红卫兵们 空投粮食和衣物 就在这样严重危及国际民生的情况下 毛泽东对红卫兵大串联依然兴趣极浓 于12月间又提出在全国设立兵站 以接待串联的红卫兵 但毛泽东的提议几乎是白日做梦 没有实现的可能 到1967年2月3日 3月19日 中共中央不得不发了出停止串联的通知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方才宣告结束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泽东旧派工作组一事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严厉指责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授意下 全国开始了纠斗工作组的高潮 纠斗工作组最先是从北京高等院校开始的 而在全国影响最大首推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 东方红公社和北京杭旧学院造反派组织 红旗战斗队 纠斗工作组长邹家游和赵如张的行动 7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一千多名造反学生 在头目王大斌的带领下 步行到地质部 坚决要求纠斗地院工作组长 地质部副部长邹家游 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公 为保护邹家游 免遭学生戴高帽 挂黑板 搞喷气室等毒手 拒绝叫人 学生当即静坐绝食 此时中央文革小组 公然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逼得邹家游答应第二天到校 接受批判 9月5日地院东方红 再次进地质部揪斗邹家游 并翻阅取走有关邹家游等人的 大案资料 此次揪斗邹家游 一直闹了15天 学生才离去 期间地院东方红 与保派西揪红卫兵发生五斗 10月8日 东方红三进地质部 这次就不是揪人的问题了 而是现场召开揭发批判 何长公邹家游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和 周二人被戴上高帽子 挂上黑牌子 批斗数小时 此举震惊全国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一夜走红 其头目王大斌 成了全国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在北京航空学院 红旗战斗队 在头目海爱经的带领下 到国务院科工委示威 坚决要求揪出北航工作组长 国防科委某局局长赵如彰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顺出林彪老部下向林彪请示并说赵如彰身体不好 如交给学生批斗 后果不堪设想 左右为难的林彪 为作答复 由于林彪不表态 国防科委拒绝交出赵如彰 北航红旗则竟作示威相抗衡 随后中央文革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坚决支持北航红旗的要求 但国防科委不教人 毛泽东也不便赤膊上阵找林彪要 9月22日 陈伯达出面亲笔写下了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 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 科委的干部包括罗顺初赵如彰 如果被学生杀死或者杀伤 陈伯达情愿抵偿的纸条 红卫兵们才如愿以偿 北航红旗人静坐示威 到国防科委交出赵如彰 整整用了28个昼夜 红旗战斗队自此一举出名 其头目韩爱晶 也挤身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文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北京五大学生造反领袖 即聂元子 凯大副 韩爱晶 王大斌 谭后兰五人 纠斗工作组的狂浪 从北京高等院校 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 中专学校 中学 由于派工作组一事 不但涉及到学校 更涉及到工厂 机关各单位 因而纠工作组的浪潮 很快席卷全国和各行各业 以工人串联 和工矿企业纠斗工作组为契机 文革烈火从学校蔓延到工 农 商 社会各界 各种战斗队相继成立 其名字可谓五花八门 毛泽东设想的自下而上 搞乱全国 天下大乱 乱中夺权的战略部署 正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纠斗工作组织时 由于受到各级党委的抵制 为继一步扫清 打倒刘少奇的障碍 在毛泽东 中央文革的授意下 红卫兵即已发动起来的工人 农民造反组织 开始把矛头对准了 中共地方各级领导干部 自八月下旬起 全国各大城市的中共省委 市委 省政府 市政府 地 县 公社头目 都不同程度地 受到红卫兵 及其他造反组织的冲击 到九月份 冲击行动进入最高潮 全国每一个省 市 县首脑机关 激进瘫痪 在四川成都 炮轰西南局 火烧省市委的标语铺天盖 在湖南省 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震天响 9月9日 湖南长沙高等院校 红卫兵组织 及部分厂矿企业造反派组织 在东风广场联合召开 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 市委司令部大会 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 所谓九级 即中央 中央局 省 市 地 县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共产党的各级党 政机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毛泽东秘密发动文革的上海 由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 姚维元坐镇 其造反运动 总得全国风气直线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上海的工人造反队伍日渐庞大 各场相继成立了形形色色 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 最初这些组织是各战 目标多是瞄准的本场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的秘密意图 不断地通过张春桥 姚文元 向上海和造反组织的头目们透露 和造反组织头目 开始酝酿 联合起来 经秘密策划 1966年11月6日下午 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 头目谢鹏飞 叶昌明 陈麒麟 陈阿大 汤国平 王洪文 黄金海聚在一起 协商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并在其宣言中 声称我们要夺权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16条精神级中共中央 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 并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 决定采取不支持 不参加 不赞成的三部政策 上海市长曹迪修 拒绝大会筹委会 要其参加 成立大会的要求 为此 工总司派人到上海市委大楼去造反 11月10日凌晨 又组织人员到上海北站强行登车 要到北京告状 上海市委命令火车停在附近小站安庭 中午 工总司造反人马 又在安庭车站卧轨 拦截了14次特别快车 致使沪宁县中断31小时 这就是全国著名的安庭事件 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委报告中央 陈伯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定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折一 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 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并电告卧轨的工人造反派说 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 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希望你们立即改正 立即回到上海去 有问题就地解决 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 回上海处理此事 张春桥赴上海前 陈伯达将至上海工人电源稿给他 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陶柱 向张春桥做了指示 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权势性的群众组织 不能承认工总司 但陈 陶二人成为想到张春桥临行前 早已在毛泽东那里 经受了秘职 支持工人造反 实现天下大乱 张春桥到上海后 为应付陈伯达和陶柱 11日晚到 安亭同王洪文 潘国平等开会 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电文原稿后 13日晚 又同上海市市长曹迪秋一道请示逃住 说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打完电话后 深藏上方宝剑的张春桥 当即到上海文化广场 与工人座谈 声称 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 即使导弹上了天 卫星上了天 生产大发展 中国还会变颜色 安亭事件已向毛主席报告了 上海工人起来了 这是好事 这是中央希望的 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 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 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 并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 五项要求即 一 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二 承认11.9大会 即被扩上 北京控告 是革命的行为 三 这次所造成的后果 全部由华东局 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 曹迪修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 对于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接候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当天晚上 毛泽东向陈伯达等人 发出了最高指示 陈伯达等人 不得不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 打电话给张春桥 支持上海工总司的行动 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1月16日 毛泽东公开表态 支持公总司 并就此事表扬张春桥说 可以先斩后奏 总是先有事实 后有概念 也就在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之时 陈伯达起草了 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 其基本精神是抓革命 促生产 这与毛泽东搞乱全国的目标相抵触 当即被毛泽东否决 并指责为右倾文件 毛泽东煽动红卫兵起来造反后 工人 农民 机关干部们相继加入了毛泽东的造反大军 并得到毛泽东的强力支持 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 从学校到工厂到处是疯狂造反的大军 中共的党政机关 天使全面瓦解 而当工人 农民登上了造反的舞台后 满脸稚气的青年学生们相行建出 红卫兵们的历史使命已完成 此时 毛泽东已开始算计该用什么样的革命口号去打发他们了